真的很棒 200多月的狡献國小學生 拿到承受的工具 準備要來承受小區的環境 雖然在頭巾大 不過大家都做到很開心 學生表示 這是人所期待的地方環境變好 他也覺得很驚慌 不會啊 因為都是我們人用的 就要人自己把它掃乾淨 很好 因為可以打掃環境 可以讓環境變得更漂亮 愛護地球 然後 然後覺得很有趣 看到學生真好 你的承受的環境 狡献又少學校 中所長全標識 透過承受 在後可以讓學生 來了解社區 愛護地球以外 也可以有很好的環保觀念 那我們希望是說 藉由這樣社區 打掃的工作 讓小朋友學到說 那認識那個他 生活的環境 然後能夠喜愛 他居住的一個環境 其次呢 透過這資源回收 能夠呢 讓小朋友養成 愛物習物的一個習慣 狡献又少學生在承受社區的活動 也真受到社區民眾的歡迎 收清全標識 他們未來也希望來結合庫庭 登記來進行 我們是想說 這種社區服務的工作 能夠跟我們的課程結合 然後我們 時常呢 能夠做社區 能夠跟社區結合 然後打掃 變成一個常態的工作 今天很高興 學生在大陸上 做承殺的工作 雖然流到大了冬 洗了冬 但是看到承殺過的 所在真的變得很清晰 大家也覺得 所有的辛苦是很有價值 記者人真心 藏不到